和旅行团一同参观板门店 他就是越界进入北韩的23岁美国士兵金恩 同团游客说整个过程不过几秒钟 也强调该行程很热门 得提前几个月就报名参加 到底美国士兵为何想逃到北韩 连家人都想不通 却暗示他可能需要接受治疗 因为到北韩等于是自愿进地狱 CNN记者前进南北韩非军事区 尽管距离还有8公里就能看到重重的路障 但暂时还不清楚北韩会如何处置美国士兵 敏感时间 美国才将战略及核潜舰肯塔机号停靠府山港 南韩总统尹席院现身演说示警 此刻两韩关系降到冰点 北韩官方的用词也出现改变 过往北韩称南韩为南朝鲜或南朝鲜傀儡国 日前金鱼正确罕见改称大喊民国 分析认为北韩似乎想借此将敌对国的关系 提升到另一层次 连民族都要切割 点新闻送口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